请订阅读买其他人的货币 使用你的货币买其他人的货币 所以在融合货币 我们学买其他货币的货币 不是我们的货币 因为当我们触碰到商业的货币 他们会很害怕 我参加了这两天的资本智慧的活动 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甚至我自己还有我的团队 都认为我们这样小的一个SME 都有机会在未来的一到两年里面 可以上市IPO 所以你的公司的文化 就是你企业的灵魂 这两天的活动 因为我自己还有我的团队 学到很多东西 来自Guru Jonathan 还有Guru Grace的身上 它让我们找到有一个方法 可以如何去设计我们的 Financial Roadmap 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成功的去IPO 所以不仅仅是设计这些包装 但你也必须要知道你的工作人员 非常好 朋友 这是中国说的 他们说自己自比 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敌人 如何知道你的工作人员 在谈判时间 也如何能力量 如何能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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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两天 我们也成功的路远 去尝试做融资 Guru Jonathan & Guru Grace 他们两位呢 Ewen可以把那个很复杂的 corporate finance的简单化 让我们SME呢 还有任何人呢 都可以很容易的去明白 同时非常感恩还有感谢呢 Guru Jonathan & Guru Grace 制造的这个平台 让我们受惠良多 最后谢谢PIF